一场空前绝后的病毒席卷了全世界 各种生物几乎都要灭绝了 而幸存下来的人类也有一部分变异成了嗜血的丧尸 在遭到感染的时候 患者的身上会出现大量红疹 现在城市里已经不安全了 为了活命 女主安娜和丈夫杰森只能带着尚在墙堡中的女儿去野外生存 虽然辛苦 不过好在杰森是在丛林里长大的 拥有野外生存的经验 她明白自己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待在家人身边 于是便开始给安娜传授经验以及各种生存绝技 比如在食物不足的情况下 可以试着吃些蛋白质丰富的虫子 还有各种各样的野果都是能用来冲击的东西 在生活的重压下 安娜只能开始练习射击 这样即使杰森不在身边 她也能保护好自己跟女儿 除此之外 还要学会通过野外的泥土状态来辨认天气 没过多长时间 他们带来的食物就快吃光了 光靠吃野果活着 恐怕成不了太久 所以杰森必须得外出寻找物资 一天晚上 她浑身是血的跑了回来 杰森说自己找到了大批物资 那里有很多丧尸在啃食尸体 一开始丧尸群并没有发现杰森 直到他不小心弄伤了自己 丧尸们闻见血腥味瞬间被吸引过来 杰森不幸遭到袭击 好在他及时跑了回来 经此一事 杰森可以确定 丧尸们是通过嗅觉来辨别人类位置的 所以他们得学会隐藏自己的气味 偏偏在这个结果眼上 女儿因为长时间摄入的营养不足 以及得不到充分的环境优待 导致他发起了高烧 杰森必须得去药店拿药 临走之前 安娜在他身上涂满泥土和粪便 希望能掩盖自身的气味 可是杰森离开了很长时间都没回来 安娜无法再等下去 他和女儿还需要食物 几经犹豫 安娜终于下定决心 带着女儿去寻找杰森 遗憾的是 最终只找到了她的尸体 安娜顿时崩溃了 还好她在杰森手里找到了退烧药 旁边还有猎枪 服下药物 女儿顺利退烧 为了照顾她 安娜只能自己去搜寻物资 在离开的时候 她会用树枝盖好车辆 并将女儿放在车里 这天安娜来到一户人家 一进门就看到一只丧尸正在吃东西 她二话不说 开枪将其射杀 却没注意到丧尸的血 建设到自己衣领上了 安娜拿走了这里的食物 然后立马飞奔回去 结果女儿在嚎啕大哭的时候 误食了她衣领上的丧尸血液 等安娜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 已经晚了 丧尸病毒会通过接触传播 很快女儿的肚皮上就长出红疹 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只是一遍遍地用高温处理过的毛巾 去擦拭那些红疹 希望能起到杀毒的作用 可惜这根本没用 安娜很愧疚 她知道任由病毒蔓延的话 女儿只会越来越痛苦 此来想去 安娜最终将大量止痛药捣碎 并混合着自己的血给女儿喂了下去 即使万般不舍 这个小婴儿最终还是死了 接连失去丈夫和女儿 安娜备受打击 她只能一个人艰难地生活 收集自己的排泄物涂满全身 以此来掩盖气味 然后戴上枪支 开始四处寻找物资 这天安娜找到了一栋房子 她拿出收音机 将自己的血液倒上去 这样周围的丧尸会被吸引过来 安娜就有时间 从其他地方潜进房子 收集物资了 这里有用的东西并不多 她拿上一些罐头准备离开 却没想到 却不慎被铁网隔上腹部 眼看丧尸们被血腥味吸引 安娜只能赶快逃跑 连罐头都没来得及拿 回到营地 她用针线给自己缝合好伤口 等休息的差不多了 就准备继续去寻找物资 这天安娜在马路上 碰见一男一女两个人 男人有些不省人事 她拿起枪 警惕地走过去 对面的女孩赶紧撩起男人的衣服 她的身上没有红疹 也就代表没有被丧尸感染 看着女孩无助的样子 安娜动了侧影之心 她救助了这两个人 女孩名叫玛丽 受伤的男人叫克里斯 是她的继父 玛丽的家人都被丧尸咬死了 只有她和克里斯侥幸存活了下来 安娜让他们住在自己车子旁边的帐篷里 在克里斯伤好之前 她只能带着安娜到处寻找能吃的东西 以及排泄物 这天晚上 克里斯终于醒了过来 她打算跟玛丽一起去北方 据说那边的病毒已经被控制起来 克里斯想叫上安娜一起 毕竟她有车 这样行动起来能快很多 可是这辆车的油不够 而且安娜也不想离开这 因为杰森和女儿的坟墓都在这里 克里斯见状也不再挽留 此日一早便打算动身 没想到竟然下起了大雨 她只能带着玛丽躲进安娜的车里 受到天气的影响 她俩只能暂时放弃离开的念头 安娜还好心地提供了自己的食物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玛丽似乎很有意见 原来她一直暗恋着克里斯 所以在看到安娜和克里斯走得很近时 玛丽就会感到不悦 之后他们一起在河边钓鱼 克里斯是个自来熟 一直喋喋不休的 很快就跟安娜熟络起来 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 所以共同语言也很多 只是克里斯处理事情 要比安娜理性很多 她之前为了保护玛丽 亲手杀死其子 虽然心里会觉得愧疚 只是克里斯没有一直耿耿于怀 她只会怀念那些美好的记忆 这样才不会变得悲观 而安娜却满脑子都是杰森凄惨的死相 以及自己亲手杀死女儿带来的痛苦 后来在克里斯的影响下 她慢慢开始发生变化 不过安娜依旧不打算离开这里 玛丽则一再跟克里斯强调 想尽快离开 可她却在这些日子的相处里 对安娜动了感情 借着储备食物为理由 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脱不肯走 眼看克里斯和安娜之间的感情越来越好 玛丽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只不过她没明着说出来 而是委婉地询问克里斯 是不是一定要带上安娜一起走 克里斯没有否认 只是说自己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因为安娜不仅知道很多野外生存的知识 还是个极其负责的人 克里斯觉得她能很好的照顾玛丽 如果安娜愿意一起出发的话 对她们双方来说都是件好事 听到这里 玛丽也大概明白了克里斯的心意 虽然心里很不服气 不过她也没办法 接下来的几天里 一直都是安娜跟克里斯外出打猎 玛丽一个人留在车里等候 一直以来 她都是跟克里斯睡在帐篷里 正因如此 玛丽决定采取特别措施 留住克里斯的心 这天晚上 她把自己拖了个金光 希望克里斯能把自己当成一个女人来看待 而不是一直站在继父的角度 只是很可惜 玛丽的计划落空了 克里斯没有回帐篷 几经犹豫 她去了车里 安娜也是个成年人 克里斯想做什么 她心领神会 就这样 他们孤男寡女干柴烈火 直接在车里睡了起来 这一切都被玛丽听在耳里 她很难过 决定独自离开这里 玛丽踢着个毯子走了一晚上 结果在树林里遇见一只丧尸 而安娜和克里斯对此还毫不知情 他们俩正在车里温存 安娜想让她留下来 克里斯却坚持要去北方 因为留在原地的人都死掉了 安娜一家的下场就是最好的证明 没想到她的这番话却激怒了安娜 两人不欢而散 也正因为如此 安娜才发现玛丽不见了 并且她还拿走了大部分食物 以及安娜最喜欢的收音机 就在这时 树林里传来了玛丽的惨叫声 安娜和克里斯急忙往树林里跑 成功在丧尸杀死玛丽的前一刻赶到 克里斯不幸被扑倒 偏偏安娜的枪里又没了子弹 她只好上前用枪托将丧尸打倒 克里斯紧接着便活活砸死了丧尸 事后安娜帮玛丽包扎好伤口 她并没有出言则怪 这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 经此一事 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丧尸过来 克里斯决定明天一早就同时离开 多待一秒就多一分危险 可是安娜依旧不肯走 她跟克里斯为此大吵一架 安娜还在为亲手杀死女儿的事感到愧疚 她觉得离开这里是对家人的二次伤害 克里斯却觉得人应该向前看 如果誓死不肯离开同一个地方 无异于是在惩罚自己 而且杰森和女儿如果还在的话 他们肯定也希望安娜能好好活下去 在克里斯的不断劝说下 安娜终于下定决心跟着他们一起离开 她最后一次去探望了杰森和女儿的坟墓 现在他们的队伍多了一个人 所需要的物资也得增加 克里斯会负责去吸引丧尸 玛丽跟安娜的任务就是隐藏好自己的气味 然后尽可能多的装些食物 很快他们便出发找到一栋房子 克里斯率先上前割破手臂 把血抹在全身做活体诱饵 然后将丧尸们吸引到其他地方 安娜则趁机带着玛丽进去拿食物 她的手脚很玛丽 玛丽却跟个脱油瓶式的 她没有去搜寻物资 而是在走廊里闲逛起来 不仅如此 玛丽还打伤了安娜将她绑起来 然后大叫一声引来丧尸 自己单独跑走 想趁机杀了安娜 可万万没想到 有部分丧尸竟然朝着玛丽这边跑来 好在她及时跟克里斯会合 与此同时 安娜挣脱开束缚 把尿液淋在身上 想隐藏自己的气味 很快丧尸们冲起来 安娜躲在一旁的冰柜里 等外面没了声音再出去 另一边 克里斯和玛丽也遭到了丧尸的袭击 她让玛丽回到车里 自己独自在外面格挡 但是车子也很快遭到了丧尸的袭击 没过多久 安娜回到这里 她面临着一个选择 到底是救克里斯还是救玛丽 镜头一转 克里斯的尸体躺在地上 安娜和玛丽则驾驶汽车 带着食物驶向北方 至此 全片完 本片片名 莫是孤行 一部小成本科幻作品 剧情剧突无比 剪辑手法引烂的一批 没头没尾的 丧尸病毒从何而来并没有解释 只是简单说明了世界上爆发病毒 而且后面女主自相矛盾的行为 也是让人一头雾水 一边声称自己对失去家人有愧疚 舍不得他们 一边乐呵呵的跟其他男人睡觉 就不推荐给大家观看了 感谢观看